那特斯拉嫌疑大翻身 而且是利多一楼框 那第一个利多呢 就是说他认为这一次联准会的降息 对特斯拉来讲是一个利多 为什么 因为目前来讲 所有的包括瑞士他们的看法 就两年里面可能会降息到2% 甚至9码都有可能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对特斯拉买车的人 他的汽车的贷款 他的压力就减轻了 车贷族的压力就降低了 那我压力减轻 我本来是想说要缓一下 可能就会提前来买 所以对特斯拉来讲 是第一个大利多 那第二个利多呢 就您刚刚点到的 9月25号本来中国的商务部长 是到那个欧盟去拜访欧盟 9月25号本来是欧盟要召开会议 到底对中国的电动车 33%的这样的课税 要不要重新讨论 结果有四五个国家反对 那欧盟他有一个内规 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 这个法案就不用讨论了 所以那个已经就是解除了 那解除当然对特斯拉来讲 就是利多 他是针对中国车 没有针对美国车 所以他是一个利多 第三个利多呢 就是他的一个无人计程车 在下个月就开始要亮相 那这个亮相呢 华尔街的那些投资人真的打了鸡血 整个兴奋的不行 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它是一个新的产品 而且除了这个产品以外 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新的东西要出来 不得了了 所以昨天大涨7% 就是因为华尔街看好 甚至有一些空投 已经这投奔到敌营去了 他不做空投 他变多投了 那这个部分也是对特斯拉昨天晚上大涨 也又推了一个助力 那当然唱多 最唱多的就是大摩 大摩说 我跟你说 特斯拉这次不简单 因为无人计程车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还有新的东西 所以目标价看到310块 一年以内看到310块 而且认为特斯拉可能未来 它的总市值会到30兆美金 30兆美金 那不是 那搞不好是地表最强的公司了 不得了 看得太远了 对 差太远了 那木头戟也是看好对不对 对 那马斯科也出来讲 我现在特斯拉的未来就是 第一个无人计程车 第二个我的晴天柱的机器人 空投你一定会被消灭 不管任何人 连如果是比尔盖茨来做空的话 我还要照样的消灭你 好狂的口气 那我们回来谈他的无人计程车 因为无人计程车 10月10号 大家都在引颈期待 因为之前本来是更早要发表 但是他一路的拖拖到了10月10号 他说 他有令大家惊喜的重磅要宣示 到底要宣示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外界开始一直猜 包括猜什么 猜说 他的无人计程车会长什么样呢 现在有跌照出来了 或是长这样 这看起来有点像他之前 那个cybertruck 对 其实这个无人计程车 他现在是停在加州的 华纳兄弟的摄影棚里面 那他因为要先去布置 10月10号那一天要揭晓 那偷拍的照片已经出来 那这个老婆手了 当然注意到你看一下下 那这个偷拍里面 他以前都是伪装 这一次是所有全部都是用 黄色的胶带贴着 这一台就是无人的计程车 那目前来讲可以让你看到的 第一个车尾灯 车尾灯就是赛博卡车的车尾灯 所以车尾灯很大 第二个呢 他后轮大于前轮 所以不是四个轮子都一样 跟我们以前的车子 四个轮子通通大小一样 第三个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置物箱 这个叠照来 后轮在这里嘛 对大于前轮 所以后轮大于前轮 不过看一下 好像只有两个人的座位 对不对 那只有两个人的座位 所以你如果四个人的话 你就叫两部 他里面没有人 但是他后车箱很大 后车箱很大 因为我知道你们像出国 你可能要到邮轮去 你可能要带三个行李箱 而且你回来又买很多 所以我如果你们两个人坐的话 那后面你说 我没办法那怎么办 那你一个人回来 那有没有可能 他的无人介绍车 一开始是要做物流 有可能 也可以 它也可以变成货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车箱很大 如果全部给它打掉的话 就变货车了 也可以当货车 还有车顶有一个突出来的 那就是光学雷达的接收器 好 这个地方突出来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它可能用光学雷达的接收器 所以它可能光打 之前它说没有要用光打 但从这个照片看起来 好像是用光打 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它的无人计程车 所以10月10号会不会有令大家的惊喜 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它的利多不是只有如此 包括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关税也传出好消息 它的无人计程车也传出好消息 甚至于外资现在对它的目标价 也都往上调升 那么自己 马斯科自己讲了 他说它的股价他认为是委屈了 所以真的是委屈了吗 所有的老板都觉得自己的委屈了 这年黄仁勋都出来赞牵 它这个无人计程车会让它创造出新的收入 另外还有一个点月的一般订阅的收入 比如说阿关你买他的车 你不是计程车 是在这个德州的车厂 德州是没有加那个州税的 他只有联邦税 所以他现在总部也签到德州去 那德州呢 他未来是一体成型的 就整个压住 比如说有80个焊接点 完全没有焊接点 就一体成型 他可以成本降低百分之四十 重量降低百分之四 所以未来就是大评价 你以后不要紧 我和你那个比较在那边 我一台车我可能会不会你六十万台票而已 所以我车子不赚钱了 我就是要赚其他的收入 所以这一次大家会看的那么好的原因 是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股价了 是 大家真的都看得这么好吗 我们来看相关的特斯拉概念股 因为特斯拉概念股 今年以来表现算是普通普通娘了 那如果从法人的筹码来看 台湾的特斯拉概念股 并没有得到法人的青睐 其实如果说 这个车体本身 以后它会降价的话 它一定是往上砍价 它除了自己的成本cost down 它一定砍你的 所以它的公益面不见的是利多 对 从长线来讲不是利多 那做连接器的 这其实都已经涨到很高 四百多块 这是我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 四五百块 上次我还跟他董娘吃饭 新疆文章 那顺德也涨很多 顺德 对 这个最近也是涨的 最近这个涨出来 这有时候要注意 就是说以后本益比太高的话 还是要小心 因为这是他已经讲了 我以后百分之九十 我是靠软体的收入 我百分之十才是靠车子的收入 甚至连车子 我觉得他们都可能在损一瓶就卖 就像我们现在在买那个列表机一样 我列表机不赚你的钱 但是你要买我的墨水 而且我的墨水是比外面贵的 贵的要死 就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像这些连接器的 像顺德来讲 还有像定影图控 这些其实我觉得要小心 那唯一我觉得台达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达店 那台达店为什么特别注意呢 第一个它是原汁鸡汤 它是所有台湾里面老板最有良心的 他从来不会把好的那个部门切割出去 再成立一个公司 完全没有 第二个电动车以后再玩的 真正最大的力气充电桩 那现在在国外的每四个充电桩 有一个是台达店的 所以它已经有国际品牌的概念出来 所以未来它的想象贡献是很大 它本义比现在差不多23.5倍到25倍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台达店的话 对整个这个特斯拉起来的话 对它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力度 对它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力度